年老的丈夫为了重新焕发活力 竟想把妻子变成一个放荡的女人 然而这种危险的欲望游戏 最终让这个家庭彻底走向了毁灭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龄博协油管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 日本作家古希润一郎作品改变电影《剑》 电影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 一入品鉴场价鉴持已经不如老年 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开始下降 夫妻生活的不和谐 再加上鉴持退居二线 收入也不太稳定 诸如此类不顺心的是 让这对多年的夫妻过得越来越乏味 当时坚持瞒着妻子玉子 经常让母村医生给她用围禁药品冲着雄风 不过妻子玉子后来还是知道了丈夫的秘密 诊所主任告诉玉子 她的丈夫也已年老 那方面功能退化很正常 玉子是个保守的女人 听到那些敏感的字眼 她显得很难为情 为了丈夫的尊严 玉子最后让医生别告诉丈夫她来过这里 当时夫妻俩又有一个女儿 名叫明子 坚持一直想撮合明子和牧村一生 可信那次约会 牧村有事没来 明子不免有点生气 开始讨厌牧村 牧村为了密鼓过错 便说今晚要去拜访明子的家 而且这也是坚持的意思 她早就想让牧村抽空到家里做客 就在这天 玉子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只可怜的流浪猫 她本想给猫喂点吃的 结果发现这只猫一拳一拐 身体有伤 这让玉子立马感到一阵恶心 随即就一脸嫌弃的将小猫让她出去 随后牧村一生就如月赶来 还带了一点咸鱼干作为礼物 玉子赶紧把女儿名字叫了出来 但名字一直板着脸 看起来不太高兴 见识见识也不再强求 就让女儿回屋问一功课 随后见识又说 有些急事要做 就让玉子留下来 单独陪牧村坐坐 这声女儿名字恶然发现 父亲竟然躲在门外 偷听屋内两人的谈话 听到两人的欢声笑语 见识赶紧走进来查看 结果发现是 牧村说显玉干长得很怪 惹得玉子哈哈大笑 随后见识就开始劝咎 牧村发现夫人玉子的酒量非常大 见识一脸骄傲的说 这都是自己训练出来的结果 当玉子离开以后 见识突然对牧村说了一番奇怪的话 他说嫉妒果然能让人朝气蓬勃 充满活力 这可是个好办法 牧村不知其意 便说要去看夫人在干什么 于是就起身离开 结果牧村找了半天 最后也没能找到玉子 最后还是名字发现 母亲竟然吃身裸体 在浴缸里晕倒 见识赶紧把妻子抱了出来 并让牧村帮忙 给玉子擦拭身体 随后两人就合力 将玉子放到床上 整个过程中 牧村都很尴尬 第二天时 见识又打电话 让牧村到家里 为玉子捡了身体 结果当牧村赶来时 发现见识并未在家 其实见识就在屋外投听 但没女佣发现以后 值得暂时逃走 这是玉子想坐起来 便让牧村搀扶一下 结果当玉子抱着牧村时 两人都感动了一股暖流 在体内聚集 后来玉子告诉牧村 丈夫劝他喝酒时 他从来也不会拒绝 这不免让牧村感觉 玉子对丈夫是如此的顺从 玉子本想感谢牧村 昨晚给他打针 并照顾了他一整个晚上 不料牧村却说 他并未给玉子打针 而且昨晚12点就已经离开 玉子听后不禁感慨说 可能是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这天晚上 剑持就将牧村留下来喝酒 玉子又喝得明明大醉 时不时发出双脑的笑声 然后就起身离开 本来牧村想趁机多见见名字 但名字对他并无感觉 反正他是父亲的客人 大可不必在乎他 不料这时 剑持突然喊牧村过去 原来是玉子又在雨缸里昏倒 就像那天一样料理好玉子以后 牧村便告辞而去 后来有天 剑持用牧村送的相机 拍了很多照片 让牧村帮忙冲洗出来 结果牧村看到底片后 大吃一惊 原来都是一些尺度很大的相片 后来名字也发现了父亲的秘密 他竟然趁着妻子昏迷时 给他拍摄一些尺度很大的相片 不料这时 昏迷的妻子突然叫了一声 牧村的名字 他误把眼前的丈夫当成了牧村 但这反而让丈夫非常的兴奋 后来牧村把相片拿给名字看似 相片的尺度让名字大吃一惊 倒是牧村觉得拍得很好 成熟的女人果然非常迷人 这时牧村也早已猜到 坚持故意让她接近玉子 也许是为了激发自己的嫉妒 用嫉妒来刺激自己 恢复身体活力 谈到这些闯尾之事 名字也不由得春心懵动 和牧村发生了关系 后来有天 玉子发现家里有个存放毒药的罐子 因为女佣是色盲 非木性颜色 她无把这么危险的东西 当成了糖冠 放进了厨房 当时名字早已对父母 这种无所行为非常不满 决定搬送去住 她还讽刺母亲 肯定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 但她却有意配合父亲 而玉子却说 她最近身体不好 对名字说的一切一无所知 并且她从小接受故事教育 顺从丈夫是妻子的义务 不过玉子也说 名字大可以放心 父亲依然想撮合她和牧村 后来有天 名字突然火急火燎地回家 告诉父亲说 刚才继母和她 以及牧村 一起在她的公园喝酒 喝完酒后 母亲就去洗澡 结果再次晕倒 剑池听后赶紧过来 寻找妻子 结果发现她果然早已昏倒 牧村说她一直照顾着玉子 但从未做过什么 超越历法的事 在从两人回家的途中 剑池的欲望 犹如熊熊烈火 不可收拾 就在她开始对妻子 动手动脚时 牧村从后视镜里 恶然开动了玉子那双 敏迪的眼神 坚持靠着嫉妒 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但她的健康 却比以前更加糟糕 而在这段时间 玉子却心情舒畅 人也开始注重其 传统打扮 不过即便如此 坚持依旧认为 玉子是个 传统古典的女人 她相信 玉子和牧村之间 却不会做出什么 出个的事 但是名字可 不这么认为 她怀疑玉子和牧村 会做出更加 出个的事 结果父亲不然大怒 同时民子不该在她面前 说这样的话 后来健身的身体 越来越差 她想赶快敲定 民子和牧村的婚事 但是女儿民子 却对此有点抵触 父母的龌龊事 毕竟牧村也有参与 她总是感觉 牧村令她恶心 甚至怀疑她和母亲 早就有了更深的关系 有天玉子 突然告诉丈夫说 她很感谢丈夫 安排的这种事情 让她这些日子 过得非常舒仙 甚至感觉自己 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她还让丈夫放心 自己和牧村之间 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事 健身很相信玉子 她说她早就知道 玉子的灵宇宙 只属于自己 只是健身的身体 越来越差 有次甚至捉弄昏倒 玉子赶紧将女儿 和医生叫了过来 医生检查以后 只说坚持需要静养 玉子于是就 请来一位护工 当牧村赶来时 玉子偷偷给了她 一把房门的钥匙 让她等护工睡着以后 一个人从后门 到屋里找她 牧村想都没想 果然如也前来 紧到了一个房间 原来两人早就有了私情 玉子那天 对丈夫的保证 全都是谎言 现在坚持已经 并容高荒 时日无多 他们俩这下 再也没有了顾虑 玉子想让牧村 和明子结婚 并住在这里 他们便可以长相自首 不料两人私会的事 被丈夫坚持 看出了端倪 她在迷迷糊糊中 好像听到了可疑的脚步声 只是说不出来 当时护工也感觉 最近每天晚上 能听到一阵脚步声 明子于是开始 坚持母亲 结果果然发现 每天晚上时 牧村都会从后门 偷偷抢中房间 后来有天 坚持说要再次 看看玉子的身体 玉子只得 脱去衣服 满足丈夫的需求 结果稍后不久 他就发现丈夫 因为兴奋过度 突然包庇 这是玉子的脸上 露出了满意 脚下的笑容 坚持的葬礼 结束以后 有天牧村 又到家里做客 此时此刻 牧村突然想摆脱 这两个女人 因为坚持一死 任走茶凉 坚持的名气 而且坚持又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就连房子都已经被抵押了出去 考虑到这些 牧村越发想要摆脱这两个女人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明子竟然在母亲的烘茶里 偷偷下了毒药 不一会儿后 牧村和他就相继中东倒下 但明子的烘茶里 其实并没有毒 他们的真正死因 是因为吃了老女佣 办了蔬菜沙拉 牧村到此都不明白 为何要害她性命 她其实什么也没有做 后来喊是玉子 发现哪种女佣 错把毒药当成了糖 可惜这时 一切都已为时已晚 玉子随后也皱动身亡 电影也到此结束 可惜直到最后一刻 故事里的四个人 都不知道各自的有案心理 玉子不知道名子要害死她 名子也不知道 牧村只是谈动钱财 她和她订婚 牧村死时更觉得自己非常怨 甚至还不知道是谁害了她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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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able